所以我覺得這個策展人他的姿態是蠻好的 他的姿態不會讓我覺得是高高在上 有些策展人他是讓人家不太舒服的 或者是他要給你尊尊教誨的 或者他是有一種權利的象徵 而他對我來講就像一個一師一友的朋友 也許剛剛我講說那個君子化的狀態 就私生倫理就蕩然無存 也是一種君子化的狀態 但是對我而言其實我覺得也回應一下 世宏剛剛講的就是 為什麼會那麼沒有一個教師的一個樣子 其實也是因為看到前面的世代 就是我的市長其實他們就窮異感很重 然後這個就是當我看到我的市長 都是一種命令式的教誨式的方式 在指導年輕人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的時候 我能夠回應或者能夠反抗的其中一個方式 或許也是因為這樣就變成 其實我比較不會把自己設想成一個老師 但是有些時候這個在教學上的確帶來一些利基 但是也會帶來一些很讓人錯亂的地方 那簡單來說就像剛剛描述 就那個抽菸的時候其實我們就變哥們嘛 可是我後來才意識到有一點就是 那會抽菸的哥們其實是有限的 更多的學生其實是不抽菸的好孩子 但是他們會因為這一群人變成會走路的煙囪 所以他們就不會靠過來 那其實這個狀態 還好來到高師大就得到某一種改善 因為高師大有抽菸的學生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我不得不跟很多不抽菸的學生互動 不過這個狀態當然講得有點像開玩笑啦 可是我也是在思考 其實我剛剛漏了講一點就是 當時找蔡坤寧還有找蔡世宏 其實我是有一個問題也想要在 在他們作品裡面其實我一直都能夠秀到 但是不容易講 就是在他們作品裡面雖然 像蔡世宏的創作 我們一直還是停留在這一幅也沒關係 就是他的作品雖然看起來怎麼講 就是沒有很明顯的一個社會議題 沒有一個很明顯的他要去揭露 像九年年代很多就是要去揭露 把228把一些創商就畫出來 他的作品裡面其實我們看不到特定的時間 地點跟事件 但是是有事件的 也有時間也有地點 可是這些時間地點事件 其實都以一種很曖昧的方式出現 然後但是雖然是 雖然他們跟上一個世代的藝術家 有明顯的議題社會議題是截然不同 但是其實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秀到 就是我認為他的作品其實是有政治性的 就是他的士兵的排列 然後他們好像要去做什麼 雖然沒有看到一個政治性的主題 沒有看到其中沒有一個圖像是 我們能夠辯認的一個 比如說一種明顯的一種象徵 一個認同的符號 雖然沒有這樣的東西 但是其實隱含了某一種政治性 而這個其實那時候會找蔡坤寧跟蔡志宏 其實我覺得會有個想像 當然波朗會比較不是那種政治藝術盛行的 雙年展的型態 可是其實是實際上我們在年輕世代創作者裡面 的確發現這樣的狀態是 像我們的長輩 這個其實又回到那個課堂 其實在北一大的時候 就很多老師上課很喜歡談政治 就是在當然他立場是怎樣 就通常還 就那個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其實在口語的表達上 我們的長輩在學院裡面的時候 會發現他們熱衷於談政治 可是當你們 就是當我們真的看到他們作品的時候 發現這些政治其實又 又不太容易出現 就當然有少數的是例外 但是大部分的老師雖然嘴巴願意講 但是在作品裡面其實你秀不到政治性 可是在蔡世宏的作品裡面 我想或者說在他們這個世代 在更年輕的世代 也包括我的世代 也許藝術家 並不是那麼熱衷於談政治 當然也可能會去社運的現場 但是其實比較不是那麼愛講 但是作品裡面卻充滿了一種 模糊不清的政治性 這個政治性不是一個明顯的一個議題 也不是一種好像系列性的創作 他要去創造出一個氛圍 讓某一個跟政治有關的東西出現 但是其實就是有一個曖昧不清的東西 那個東西會讓你覺得 他就是一個 他雖然是藝術 他是一幅畫 但是畫裡面其實潛在著一種 好像要挑起我們對於政治的一個想像 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我另外一個職業是小學老師 所以小學老師 理所當然是一個很高道德標準 而且不准有任何政治思想的 所以在這樣極度壓抑的環境下 那在藝術創作上 就變成說我可以釋放的一個場域 那有沒有呢 其實我的作品裡面多少都有的 就是對於我對政治的想像 或是我比較旁觀者的姿態去看待這件事情 我可以把自己比較 站在一個比較沒有情緒上 我只是描繪一個現象 可是這個現象 其實大家都看得到 只是我們不願意去面對 這個真相我們不願意去面對 所以這樣的真相 通常都會變成一個假象 就是會變成一種自打嘴巴的一個狀態 譬如說 我們去年 大家在反核抗議國民黨的時候 可是今年民進黨上台的時候 怎麼不小心好像又要把核電重啟了呢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種幽默啦 因為看久了就覺得政治是一種幽默嘛 那我就會把這樣的東西默默的把它加在裡面 可是我不敢太大聲講出來 因為我沒有很熱衷 對我來講它就是一種現象 那這個現象只是我想提供出來告訴大家說 你們是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呢 或者是你是真的是從一而終在抗爭一樣的事情呢 或是你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呢 這個其實對我來講有沒有對錯 其實沒有對錯 它就是一個現象 那這樣的現象我想有 因為我在社會上有一些歷練嘛 所以這樣的現象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錯的 我覺得不盡然是錯 有時候是逼不得已的狀態 所以我的作品一直有一種就是方向性 對它一直要朝一個方向前進 可是它是被逼前進的 一直被推前進的 那好不好 其實時間會證明一切嘛 對我來講我是比較 聽起來是很消極 可是我是積極的啦 就是時間能證明 那證明什麼 我不知道 那這樣證明的結果 我也不會告訴你說 我會覺得是好還是壞 因為我的作品一直充滿就是我喜歡的那種曖昧性 那種曖昧性它就是在邊緣 不好不壞 或是它就是走中道這樣子 我記得我在寫他的評論的時候 有用過一個字眼 但是現在我只記得他的意思 就是 他都在畫一種體制性的作為 就是他畫的不是自然的花鳥 不是人物個性 他都在畫體制 一群人排在那邊 然後旁邊有馬路其實是有畫表現的 他都在描述一個狀態 是那個狀態裡面是看起來應該有秩序 因為體制其實就賦予秩序 可是他又把這個秩序的東西 或體制的東西 以一種很日常的方式 把我們導入到一個災難的現場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特性 就如果照剛剛世宏說的就是 他是中道 我剛剛是聽到中道 這個有點笑出來 我覺得他是蠻不懷好意的 就那個不懷好意是 是一個 其實有點像是一個在開某種玩笑 但是那個玩笑其實 他看起來很灑脫 其實我覺得他悲傷死了 就是這是一個有一種 這不能說反差萌 就是一種 其實有一個很反差的東西在 就像剛剛講說 早期的那個 很像是派對 是歡樂的 但是其實很悲傷 這個看起來很像 很日常 但是其實是一個災難 其實這個也是我尊重 我尊重 剪歌這個 因為我覺得他講的話其實是 我會跟他一直持續有聯繫 也是因為這個狀況 就是他知道我在講什麼 譬如說我在講Party非人區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在講一個 一個 其實我們當代人 一個 一個 自爽的狀態 可是那個自爽是 我把門關起來 我自己爽完 可是出去你還是要在那個體制下面 可是你在那個門關起來 在唱歌的時候 你可以 胡作非為 你可以忘記 忘記時間的秩序啊 等等等等 可是 可是 我講的並不是這個Party 我是在講 一種 絢難之己 歸於平淡的那種 悲傷 就是 你快樂完之後 其實 接踵而來 是一種悲傷的現場 然後那個現場是什麼 其實我 我的作品 一直有一種 我覺得啦 我像一個 運私人 就是 屍體 是一種殘餘物 那這個屍體就是 我記得他那時候 有誇獎過一句話 叫做 暫時就是 私交的交絲 你記得嗎 完全不記得 哈哈 他在跟我講說 你寫這句話 寫得真漂亮 在我的論述裡面 暫時就是私交的交絲 其實就是私交是講 我們 現在我們的生活 因為太多的目標 所以 我講的目標物是 比如說臉書的各種資訊 或是24小時的媒體的播放 那個資訊 那個資訊流 其實是讓你很分散的 看似很多 可是讓你完全分散 完全讓你無法 目擊同一件事情 所以那個 那個狀態是 私交的 好像有很多東西 你學了很多東西 可是你回想的時候 其實是 nothing 這樣子 所以那個 我會說那個是被燒壞的屍體 就是 連 唯一的證據 都毀壞了 都毀壞了 它不存在 它 可能完全沒有存在過 即使你看過這麼多 它從來沒有存在過 所以 所以 我的 那就直接切入我 我這樣的 我這時候的作品 好了 就是 我一開始是以 亮晶晶不革命軍 就是 其實看起來都是軍人 所以現在 有很多 畫廊朋友 也不是現在 之前 我剛出道的時候 很多畫廊看到我 就說 你就是畫軍人那一個 我說 可是我當然不會 不會 有那種 情緒 可是我心裡就想說 我才不是畫軍人 不是畫飛機 我不是畫那個 我只是用這個事情 在講另外一件事情 你只看到飛機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教師的現場 可是我不會去跟他辯駁 對 那 可是在這個之前 我想要先 因為我看大家 來現場的 就是 都是 比我年輕 我想 如果你看到這樣的作品 你會有 會有怎麼樣的 就是 你看到這樣子 這什麼畫 不知道有沒有人 想要跟我們 分享一下 幫我們 處理一下時間 有沒有 就是 這是我 差不多 四年前 以前的 第一個戲 應該算 出道的時候 對 對 亮晶晶不革命軍 也是第四帝國 也是衛神化的 他有不同的名稱 對 我想知道說 如果你是 對於 當代藝術 你看到這樣的作品 會不會有什麼 什麼關鍵字出來 有嗎 老師要點人喔 就是 你看到 你可以說 亂畫 因為這個 我聽多了 沒關係 我可以承受的 有嗎 血 其實血也算是一個 嗯 就是 其實在 畫這個 的時候 其實 那個時候的 我不可能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我的作品 那時候 什麼都不是 就是一個 小 就是沒有出現在 議談的一個人 我也不敢說 我現在出現在議談 就是說 那時候我 就連我爸媽 我媽 他都會說 你花那麼多時間 在這裡幹嘛啦 你是一個國小老師 你可以過生活嘛 那你還花那麼多時間 然後 你又花那麼多材料費 你有賣畫嗎 那時候我整個說 沒有 這樣 真的是零 然後連我自己 最親的家人 他花錢讓我去 學美術班 然後到最後 卻是反對我畫畫的 因為他說 你在畫什麼東西 我想他心裡應該是 罵髒話的這樣 那 所以 其實在這樣的狀態下 我覺得 我的生活 一直都是很拉扯 就是天秤的兩端 就是 一個老師嘛 就是一個很 被 體制 極具壓縮的 高道德標準 然後到了 晚上 我就在工作室 可以去 創作 那 一方面 家裡 一開始是反對 那當然最後 可以打他臉 可是 你在這樣的 我覺得是一個 極具反差的狀態下 我覺得我可以去 享受那種 痛苦的快感 這樣子 那 所以這樣的作品 那時候也是 我為什麼會畫這一系列 也是有一個原因的 其實是 也是 有點悲傷 就是 那時候有一個作 我們當然 如果你要去美術館 看作品的時候 這幾年當然是流行錄像啦 或比較 動畫 之類的 那 那時候就是 有一個做 動畫的 錄像的朋友 他已經有點名氣這樣子 我們在喝酒 喝酒 他說 欸蔡少 如果 畢卡索 還在 還在 試的時候 他絕對不會畫畫 他現在就是做錄像 這樣 好